哈喽大家好呀,这里是小Q追剧 这期视频我们来看华登初上的第二季 该季主要探索苏被杀的可能凶手及其作案动机 第一集,苏和罗斯的过去 时间回到过去苏和罗斯的高中时代 苏和妈妈搬家到了罗斯家对面 正碰上罗斯的爸爸追着他打 罗斯躲到苏的家里 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苏转来罗斯所在的学校 并且两人在一个班 苏坐在罗斯前面 罗斯请苏喝汽水 感谢他昨天帮助自己 苏的家里一家人在准备做饭 罗斯妈妈说苏很乖 但是好奇为什么他跟着妈妈姓苏 罗斯姐姐说苏妈妈是对面 朱文雄伯伯的金屋藏娇 嫌他恶心 并说苏的乖巧是装出来的 罗斯听后将饺子馅扔到姐姐身上 为苏辩解 学校里正在打扫的苏吸引来很多男生的目光 这就引来很多女同学的不满 他们威胁着要剪掉苏的头发 此时罗斯出现替苏出头 他把口香糖扔在女同学的身上 拉着苏赶快逃走 两人成为闺蜜 随后他们在吃冰的时候 吴绍强向前搭讪 想要认识罗斯 并留下了他的电话号把 两人在苏家边听音乐边跳舞 苏妈妈和朱文雄出现 苏妈妈看到朱文雄看苏的眼神 给了苏一巴掌 被打了之后的苏跑到外边 向罗斯发着脾气 他怪罗斯老是拉着自己逃课 拖自己下水 罗斯则怪苏胆小 说自己老是在学校帮助他 在苏负气说要绝交时 罗斯则说不稀罕和苏做朋友 苏跑回来想要和罗斯争辩时 则不小心摔倒 看到摔倒的苏 罗斯忙上前和他道歉 然后两人冒在一起 并决定一辈子不吵架 做永远的朋友 课堂上大家在做手卷 老师说罗斯做的根本就是抹布 苏便把自己的给了他 然后罗斯邀请苏逃课去一个地方 然后时间来到两个人高中毕业 吴少强骑车带着罗斯兜风 看到苏后 三个人决定一起 并一起来到舞厅跳舞 正碰上来检查的警察 由此罗斯的爸爸也知道了 他经常在外边鬼混 根本就没有好好地念书 爸爸生气地要将罗斯赶出家门 罗斯也趁死离开家前往高雄 罗斯和苏来到月台分别 苏给了罗斯自己攒的钱 并答应后边会去找罗斯玩 苏和罗斯便约定做一辈子的朋友 然后来到停尸房 罗斯趴在苏的身体旁边痛哭 之后来到解剖室外边吸着烟 阿诚则告诉罗斯 尸体是今天早上发现的 但是死亡时间应该是昨晚 罗斯告诉阿诚 昨天是苏在光的最后一晚 他本来决定是去日本的 看到罗斯的状态非常不好 阿诚则提议送罗斯回去 阿诚见到了子维 说自己在蛋糕店里 曾经见过他和苏 苏送给了警局妹妹一个生日蛋糕 看着子维从小到大的照片 阿诚想着话题和罗斯交谈 罗斯说自己已经很累了 他明白阿诚是为自己好 但是现在他只想自己静会儿 便请阿诚离开了 晚上高中时代的罗斯 在车站呼喊着苏的名字 然后发现苏在自己对面的站台 一辆车过来 苏说就算自己死了 也不会忘记罗斯的 罗斯惊醒 他来到客厅看到正在拖地的花子 花子也看着罗斯脸色不对 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罗斯告诉花子 苏被人杀死了 花子听后也愣在原地 电视台里 江汉来到剧组看演员们拍戏 然后来到后台 江汉说女演员的情绪太多了 建议他试试 想哭 但是又忍着不哭的方式来表达 此时风哥过来告诉江汉 苏死了 江汉听完后 觉得脊背发凉 愣到原地 光休息室内 百合听到苏死的消息后 也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罗斯说如果大家想去看苏 他可以带着他们去 阿记则只关心什么时候营业 雅雅则责备阿记 只想着营业 都不关心苏 小豪听到阿记的话后 也责备他太过分了 罗斯则让小豪贴告示牌 暂停营业 众人便离开会所回家 而光对面的老板 看到光贴的告示后 则不自觉地坏笑起来 百合来到男友工作的地方 回想男友说过 害怕苏会去举报他们贩毒 而判死刑 脸上满是惊恐 阿记打开柜子 拿出一个钻戒 回想中村向苏求婚的场景 惊慌地把盒子放回墙角的洞里 罗斯用备用钥匙进入苏家 看到大家送给苏的间谍礼物 回想起苏死前 大家拍完照片后 两个人的对话 苏则被罗斯最后一晚了 也没有说祝福的话 罗斯则说 苏是在逃避江汉和自己 所以想利用中村逃到日本 自己没有办法祝福他 苏则说 罗斯不懂自己 罗斯老是高高在上的样子 那些都是在施舍他 自从他们认识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无论他需要还是不需要 也不管他的感觉 罗斯则说 自己以为苏很享受被照顾的感觉 苏则说 他把自己在光的股份让给了店里的人 想要走得彻底一些 不要再纠缠下去 并叹着气说 他的前半辈子都是罗斯在照顾他 他走后希望店里的人一起帮自己照顾罗斯 说到这里罗斯则举起烟灰缸就要砸下去 检局里大家都在感叹红颜薄命 上次见面的时候苏还是好好的 阿诚过来说苏的死因是头部遭受玻璃顿雾撞击 并且遭受过毒打 于是众人都在猜测可能的玻璃顿雾 而光会所中 吧台上的玻璃烟灰缸上破了一个缺口 第二集苏妈妈出现 安发隔日阿诚他们找到了在酒店洗盘子的苏的母亲苏美玉 并带着他前去认识 苏美玉看到苏的尸体 回想起之前自己曾经把苏赶出家门 必要断绝母女关系的时候 之后被朱文强赶出来的苏美玉来到苏家 说自己没有地方去 希望苏可以收留他 苏以他和罗斯和吴文强在一起 家里没有多余的空间 便拒绝了苏美玉 苏美玉还在纠缠时 苏则责备他 当时是他把自己赶出家门 并要断绝关系的 便关上了门 警局里苏美玉说 自从苏离开后 自己就很少和苏碰面了 最后一次也是在三年前 但是具体发生什么事情 自己则忘记了 苏美玉点了根烟 骂苏是个自私的家伙 他自己开店当妈妈桑 却让自己的妈妈过苦日子 在大家质疑苏美玉的说法时 苏美玉便说 他曾经去苏工作的地方找他 问他要钱 并威胁苏 如果苏不给他的话 他就会在街上喊 然后便在街上大声地嚷嚷了起来 苏则直接给他十万 并让苏美玉以后在他的世界里消失 回到案发后 苏美玉想去苏的家里看看 阿诚便陪他来 并发现了罗斯 苏美玉看到罗斯之后 赶紧上前打招呼 并哭着说 自己不敢相信发生的事情 他希望罗斯后边可以帮助他 处理苏身后的事情 并要了罗斯的电话和地址 然后阿诚和罗斯帮苏美玉叫了车 并送他离开 在离开前 苏美玉再次和阿诚确认了 罗斯所留地址的正确性 罗斯在群城都不想离苏美玉 在阿诚问他为什么出现在这里时 罗斯则说 今天他没有事情 正好过来帮苏整理他的东西 并告诉阿诚 光可能至少要歇业两周 警局内 阿诚说 他觉得罗斯出现在苏的家里 以及罗斯对苏美玉的态度 都让人很疑惑 同事们从财 情 愁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但是都没有任何的头绪 阿诚则想起 罗斯之前说过 恨一个人 想把他往死里打 他觉得罗斯说的是苏 但是还不太确定 大家便分头脚线索 把和和男友在喝酒 男友建议两人去看房子 他们便来到苏之前住的房子里 男友拖着房东 把和和劝机进入卧室 在房间里翻找起来 但是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现 罗斯家 紫薇没有去上学 花子则担心他快考试了 请假不好 便主动说要照顾罗斯 花子来到罗斯的房间 罗斯说 自己都不知道怎么面对 他以为自己已经原谅苏了 但是很多事情想起来 还是很恨他 花子也说 其实自己也是很介意 苏和他说的话 苏说 花子的事情 在工作的地方 已经传开了 光需要的是恋爱的感觉 大家谁都不想要一个 被强暴过的小姐陪酒 苏说 罗斯肯定不会开口的 所以他必须要站出来 因为毕竟店里的生意 才是最重要的 花子说 他有种被抛弃的感觉 自己好不容易站起来了 苏又把他推倒了 但是后面又想 什么情呀 爱的 都无所谓了 人还不是最终都要死的吗 光休息室内 阿诚查看苏的柜子时 里面已经空了 罗斯说 东西他都已经收走 拿到苏的家里去了 自己觉得 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阿诚则了解到 他们经营光已经有五年了 苏总是最早到店里 带着自己插的花 和雅雅对账 他每天也会反复地检查 店里的各种琐碎小事 比如调卡拉OK 结束营业后检查 有没有客人遗漏的东西 点一下酒库里的酒 最后下班 同时罗斯还说 素遇害的那晚 他和苏聊了一会儿天 之后何宇恩就来找苏了 自己便离开了 最后的时候 苏还邀请他去参加他的婚礼 听完罗斯的话后 阿诚便来到学生宿舍找何宇恩 他看到何宇恩 颓然地坐在床上 阿诚确认他还好之后 就跟何宇恩确认了一些情况 何宇恩说 如果自己当时勇敢一些 留下他们的孩子 也许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那晚他去光 等到雅雅走了之后 便进去找苏 苏告诉他自己怀孕了 问何宇恩要不要这个孩子 并说他已经约了医生 如果何宇恩想要孩子的话 就去找他 但如果他没有出现的话 自己也就明白了何宇恩的决定 那天苏自己站在医院门口 等了很久 何宇恩都没有出现 因为何宇恩怕爸爸妈妈知道之后 会被赶出家门 所以便没有告诉他们 他说自己非常后悔 做的决定 但是自己毕竟是个学生 还没有准备好迎接孩子的到来 等他要道歉便想去挽回苏时 却看到了苏和江汉在一起 阿诚问何宇恩 他是不是最后一个见苏的人 何宇恩见自己被怀疑 就说出了苏和江汉在一起的事情 并说那晚他去找苏的时候 看到苏和罗斯正在吵架 罗斯拿着玻璃烟灰缸 正要往苏的身上砸下去 警局里大家在怀疑何宇恩说话的可信度 他一定要在台风的天气去找苏吗 阿诚则怀疑罗斯有可能等何宇恩走了之后 又把苏杀掉了 因为燕灰缸也符合凶器的推论 而且他把苏的柜子收拾干净 这一点也是比较可疑 然后众人决定往情杀方向进行调查 江汉和女演员在温存后 女演员则直接指出 其实江汉并不爱自己 只是觉得和自己在一起让他很开心 再次确认江汉不爱他之后 女演员便和江汉分了手 苏的秘密被发现 苏美玉来到罗斯家找罗斯 正碰到紫薇 紫薇请他进门在家里等 苏美玉就告诉紫薇说 罗斯是他女儿苏的朋友 紫薇告诉苏美玉 苏是他的干妈 苏美玉听到紫薇说 他今年14岁之后也有所思 此时回家的罗斯则让苏美玉立刻离开自己的家 苏美玉还在纠缠说 他非常地关心苏以及他的后世 罗斯则拆圈他说 他现在所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 都是在基于苏在光的遗产 苏美玉在临走前则问起了紫薇是谁的孩子 是他的还是苏的 时间回到过去 苏美玉闯进门让苏滚出去 并骂他勾引他的男人 苏则哭着说不是自己的错 是朱文雄勾引的他 苏美玉听不下去 直接扔着苏的衣服让他滚 然后罗斯说 他不知道苏有孩子 紫薇是他的儿子 晚上罗斯看到相册里紫薇从小到大的照片 回想着他和苏的过去 一天他下班后看到家门口的苏 落寞地坐在角落里 晚上吴沙强做了丰富的晚餐 罗斯则叫苏过来一起吃饭 之后两个人来到医院做产检 医生说所有的都很正常 苏则决定说 他是不会把孩子生下来的 他还要念书还有自己的人生 罗斯则说 他现在如果不要孩子的话 风险太大了 不只是孩子还有他自己 于是晚上罗斯便趁苏睡觉的时候 和吴绍强商量 决定把苏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养 吴绍强则立马答应 并说自己会努力工作 争取当一个好爸爸 然后产房内 罗斯给吴绍强打电话让他快点来 便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 此时紫薇来找罗斯 并说他发现罗斯并不太好 之后便问罗斯 为什么要把苏美玉赶走 罗斯说 他根本就不配做苏的妈妈 然后便不让紫薇再继续问下去 晚饭期间 趁紫薇去拿茶的时候 花子则拿出律师交给他的 苏留下的经营权转让保证书 并说上面还有芽芽 百合和阿基 现在大家应该是都收到了 罗斯则没有说话 警局内阿诚带着行李 拉了几张桌子 直接在办公室内休息 阿达过来和阿诚打招呼 阿诚说 苏的命案应该不只是罗斯一个凶手 因为罗斯不可能一个人在台风天气 杀人并且抛尸 早上局长叫醒还在睡觉的阿诚 并警告他不可以再睡在警局里了 给他三天时间找房子 阿继邀请大家来到高级餐厅吃饭 并要了四份很贵的饭 并拿出苏的股权转让书 说他想当妈妈 阿继说百合应该是不想 而雅雅则不敢 因为考虑罗斯和花子有40%的股份 他便游说大家和他一起重新营业 他说罗斯是杀人凶手 因为最后一个月 罗斯和苏两个人几乎都不怎么说话 最后一晚的时候 他们两个之间的氛围也很尴尬 最后他告诉众人 是苏抢走了江汉 所以说罗斯就是凶手 告诉众人今晚他将营业 希望大家可以来上班 光休息室内 阿继让雅雅先化妆 并送给他一套新的化妆品 随后小豪说罗斯来了 罗斯和花子一来就责备阿继 阿继则理直气壮的争辩说 自己就是要开门营业赚钱 自己有股份想当妈妈 听到花子说他的股份是罗斯的 阿继则立即拉拢雅雅 也说自己有40%的股份 罗斯问雅雅这样做的理由时 雅雅则说他怀疑罗斯就是杀人凶手 而阿继则在旁边煽风点火说 苏把股份给了大家 并没有给罗斯 而且苏也抢走了江汉 罗斯完全有理由杀了苏 罗斯承认自己有想杀人的念头 但是他并没有杀人 此时苏格会所的妈妈桑宝宝也给大家送来果篮 并说他们就在对面是邻居也是竞争对手 他非常了解光的内部作业 并且抢了光的水果和酒的供应商 苏格会所内 妈妈桑和众小姐们在跳舞 气氛非常的高涨 警局内妹妹打听到苏的钻戒的消息 众人便来到当铺 查出了钻戒的交易人正是阿继 电视里的女主角跑来找江汉 感谢他这次演出非常的成功 风格提议大家去苏格 女主角说他想要去光 到了店里则看到里边非常的冷清 罗斯说阿继刚当上妈妈 他要邀请大家喝酒 张汉则一直关注着罗斯 并开了一瓶很贵的酒 就在众人玩得很开心时 阿诚过来问罗斯找阿继 罗斯则一脸的疑惑 阿诚把阿继带走 罗斯和花子出门送他们 他们就看到了在对面会所工作的爱子 第四集 苏与阿继的过往 案发四年前光会所中 大家在招待客人 光之前的妈妈桑 琼芳和苏在交谈 琼芳妈妈说人不能太贪心了 不能什么都想得到 并希望他自己走过的岔路 苏不要再重复了 在结束营业后便告诉众人 他要退休了 并把店转让给了苏 众人在离开时 苏请大家多多指教 阿继则说 这间店撑不了太久的 自己会重新找工作 不会指望疏的 罗斯送客人离开到门口 阿继则偷懒坐在吧台 随后中村来到店里 一见到阿继就叫惠子 阿继接待了中村 了解到他非常的有钱 但是又非常的空虚 阿继就问中村惠子 中村说那是他太太的名字 阿继和他太像了 但是他太太在五年前就过世了 阿继听后给了中村自己的名片 并说以后中村想聊天都可以来找他 之后苏过来打招呼 中村则饶有意味地看着苏 阿继在陪客人 看到中村和苏一起进来有些不开心 中村说他下班就碰到了苏 就一起过来了 阿继听中村说苏带他出去吃饭后 说自己以后也可以带他去 并要帮中村拿包 中村说他还要和苏聊一会儿 便拒绝了阿继走到了苏的身边 阿继重新回去陪客人 但是却非常的不开心 下班后他就等着苏 并问苏为什么要抢自己的客人 苏说今天是中村的生日 可是阿继连这个都不知道 自己什么都不了解 就只一味地讨好中村 他自己没有能力照顾好客人 就不要怪别人把他抢走 阿继则说凭什么苏一来就受到穷方的重视 立让他把店顶了下来 苏则说之前自己忍让尊重他 因为他是前辈 但是阿继却并没有能力得到别人的认可 劝他不要再抱怨了 因为赢了就是赢了 输了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说完便离开 留下生气的阿继在原地 案发后两周警局内 阿继大方地承认自己恨苏 则被警察们又把他抓了回来问罪 阿诚则拿出钻戒 并说阿继太心急了 应该过了风头再拿出来当掉 阿继则说这是自己的东西 自己想怎么处理是自己的自由 他说苏把钻戒送给他了 那天中村求完婚后 阿继在休息室内喝酒 他对走过来的苏说 那个钻戒应该是自己的 并对苏说着更刻薄的话 他说苏赢了 现在应该很嘲笑同情他 苏便走过来嘲讽地说 当一个人被全世界抛弃 而狼狈逃走的时候就算赢了吗 喝了口酒之后 就把钻戒送给了阿继 并说自己就是阿继说的刻薄的人 这个钻戒阿继应该更需要 并且如果自己需要的话 中村会送给他更多 阿继看着戒指 丢掉自尊 走上前拿起它 阿继则怀疑阿继在说谎 因为并没有证据指明 戒指就是输送给他的 阿继因为自己被怀疑而大为恼火 警告警察 不能没有证据就胡乱怀疑人 阿继说 他们合理怀疑阿继为了还钱赌债 拿到戒指就把苏给杀了 听到警察这么说 阿继则给了警察一个他最怀疑的人的名字 阿继走出警局看到了等着自己的罗斯 两人出来吃饭 罗斯给阿继点了他最喜欢的肉配冰啤酒 阿继感动罗斯半夜跑来等自己 但是听到罗斯打听警察对他的问话时 便又讥讽地说 原来罗斯跑来是为了怕他把他之前做的事情全都说出去 他告诉罗斯 自己把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 他说 罗斯就是杀人凶手 他和苏因为僵汉撕破脸 导致最后苏把股份给了大家 最后阿继告诉罗斯 曾经有那么一瞬间他都相信罗斯是真的关心自己了 但最终证明还是自己太傻了 警局内妹妹和阿达觉得阿继说的话有太多疑点了 阿继则面临大家沿着这条线索往下查 花子整理罗斯家的储藏室 发现里边有很多可以扔的杂物 花子说很多东西可以扔掉 并为阿继和雅雅的做法感到分开 为爱子去对面的会所也感到心烦 罗斯则说是时候清理一下了 清理干净了也就舒服了 阿达和雅雅来到光附近的店铺进行调查 他们从料理店老板那里了解到 台风天的时候有个司机过来吃东西 说起那天有个人让他载着去很远的地方 但是快到了又掉头去别的地方 到达目的地之后让自己等了一阵 然后又改变地方 因为他去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苏家的地址 一个是光的地址 于是阿诚他们便怀疑 这应该跟苏的案子有关 然后他们来到苏格会所 贝贝妈妈桑也说 他看到穿着咖啡色风衣的男的走进光了 因为贝贝一直对阿诚动手动脚的 他们就变心离开了 然后来到光进行调查 小豪说自己那天没发现什么异常 正常地回家洗澡 吃饭休息 而花子则说自己喜欢台风天看烟水 当谈到罗斯时 他也不知道罗斯什么时候回家的 他回去的时候 罗斯已经睡着了 阿诚看到索知的柜子 从花子那里知道是百合的 然后便问百合他的行踪 百合说自己在男友的店里 去了就没有回来过 到雅雅时 他则哭得非常伤心地说 那天苏还和自己拥抱了 怪自己没有等着苏和他一起回去 如果一起的话 苏就不会出事了 之后到了营业时间 阿继看到吧台里的雅雅 一直在喝闷酒 便建议让罗斯过来 而罗斯此时正在休息室内 接受阿诚他们的询问 阿诚则问罗斯为什么说谎 何语恩说 曾经看过罗斯拿着烟灰缸 想打酥的事情 可是罗斯却并没有说 罗斯说这很正常 关起门来就会发生的事情 同时他也意识到 阿诚他们在怀疑自己 阿诚则直接指着烟灰缸上的缺口 说自己要带回去 罗斯便生气地 把烟灰缸送给了他 何语恩来到苏格尔找爱子 baby妈妈上过来招待他 并对他动手动脚的 爱子看到后和何语恩坐在一起 何语恩则告诉爱子 他觉得罗斯就是凶手 并邀请爱子和他一起 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 爱子告诉何语恩说 自己曾经潜入苏家 想杀死苏 在何语恩疑惑时 爱子则半开玩笑地说 自己有病 电视台内 风哥邀请范总 希望他可以追加预算 范总则说 剧本很重要 并把女主角拉到手里 要求换掉编剧江汉 江汉则说 这样也很好 这个戏自己也写不下去了 之后便来到光 开了最贵的酒 罗斯来到江汉身边 江汉说 这是自己最后一次 过来这里了 然后大口大口地喝着焖酒 晚上回家的罗斯 在门口碰到一个人 那人问罗斯为什么杀了苏 并上前卡住苏的脖子 第五集 苏的告别会 苏的弟弟马天华掐着罗斯的脖子 问他为什么杀了苏 罗斯奋力地逃脱之后 跑到门口 碰到了阿诚 马天华便和阿诚打了起来 最后 他用木棍把阿诚打伤之后 便逃走了 罗斯带着阿诚到家里进行包扎 碰到了回来的花子 怕花子担心 罗斯说阿诚是自己摔倒的 自己回来后看到便把阿诚带了过来 花子看到他们两个之后 正要打去 罗斯便把阿诚赶走了 罗斯送阿诚到楼下 阿诚则说他已经到家了 原来是阿诚之前送罗斯回来 看到门口的出租信息 便租了下来 他问罗斯刚才是什么情况 罗斯也一头雾水 他觉得那个人是刻意坐在那里 等着自己 他一上来便掐着自己的脖子 并问他为什么杀了苏 而罗斯也看到阿诚没有地方洗衣服 便和他详细地介绍了周围的生活设施 感谢他监听救了自己 罗斯看到桌子上缺口的烟灰缸 阿诚说 那是自己拿回来当做新家的礼物 并问罗斯家有没有洗衣机 阿诚拿到那人的资料 马天华绰号桂木有多起前科 这次是非法持有枪炮 上个月刚靠关系被假释出来 同时妹妹也查到 苏在出事前每个月都会去监狱里探望马天华 江汉来到电视台 风哥给了江汉稿费 并和他终止了合同 风哥责怪江汉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把写给女演员的情书寄给了范总 江汉卸了风哥的照顾后便来到了孤儿院 江汉和院长在整理东西 并告诉院长自己的戏写完了 他想出去放个长假 最后赶了院长一笔钱 感谢他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罗斯和花子在收衣服的时候 花子看到了阿诚的衣服 听到罗斯说阿诚搬到楼下 便问他是不是来调查罗斯的 或者他对罗斯有意思 罗斯否决后者后 花子便说 那他便是因为怀疑罗斯而接近他的 阿诚来找桂木 桂木看到阿诚后 让人把他带到楼上 阿诚看着桂木的枪 打去到比自己的都好 便问起了他和苏的关系 马天华说 苏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自己把他当做亲姐姐 他说罗斯是凶手 是他把苏杀死的 马天华拿着枪指着阿诚说 昨天他没有杀死罗斯 后边一定会不惜任何代价的 把他杀死 他告诉阿诚 罗斯在贩毒 苏就是知道他在贩毒 才害了自己 证据就在罗斯的家里 让阿诚自己去搜 阿诚听后 让马天华离罗斯远一点 而马天华警告阿诚 让他快点 如果他不行动的话 自己便会慢慢地 把罗斯折磨至死 然后来到马天华和苏的对话 苏说自己要去日本 并让马天华保重 在思考之后 他拿出一张纸条 告诉马天华说 罗斯在贩毒 并让他出去后 匿名举报罗斯 同时他还告诉马天华 自己就是为了躲避罗斯 不想和他贩毒 才打算去的日本 并且为了打击罗斯 苏打算牺牲掉光 让马天华一定要帮助自己 检局内 妹妹说 光和苏的住处 他们都找过了 但是并没有发现毒品 局长说 毒品消失没有多久 光就死人了 说明两者之间肯定有联系 正说着 阿诚就因为迟到进门 局长就把气撒到了他的身上 阿诚说 他们要把苏的死亡和毒品的消失联系起来 并稍后会给局长一份报告 之后才得以躲过一劫 厕所内 阿诚告诉格检 自己在约会 所以才迟到的 二子和何宇恩来到杂志社 想让他们帮忙报道 苏被杀的案件 逛外面 大家在发着传单 并打八折 但是大家还是因为光死了人 而去了苏格 罗斯和花子在休息室内折指贺 阿记则抱怨 他们在外边忙碌 可是罗斯和花子则在休息室内 帮死人准备东西 阿记让大家打电话找人来消费 罗斯说 自己一会儿就去打 此时 艾子也过来找大家 原来是雅雅邀请艾子参加苏的葬礼 艾子给了雅雅钱 说自己不去了 并嘲讽店里冷冷清清的 邀请雅雅去苏格工作 罗斯和阿记则把大家都支走了 苏格会所里 baby妈妈嗓在招呼客人 客人看到艾子来了 就点了很多很贵的酒 艾子出门送客人时 眼光则看到了坐在光外边的何宇恩 艾子问何宇恩 明天苏的告别是他会不会去 何宇恩说自己会去 自己都没有好好的和苏说再见 也没有祝福他 他回想起第一次吻苏的时候 苏说他是喝醉了 何宇恩看到苏并没有躲着自己 便趴在他的身上说着情话 然后苏把何宇恩带到酒店 放下钱就要离开时 酒店的火警响起 苏便把醉酒的何宇恩带到外边 并照顾着他 次日何宇恩在苏的家里醒来 苏听到响动后出来 何宇恩则认真地问苏 他可以追他吗 苏说自己是酒店的妈妈嗓 每天都会和客人谈情说爱 何宇恩还很年轻 不希望他浪费时间在自己身上 何宇恩则说 苏还是没有遇到想珍惜的人 现在碰到了 苏听后则有些动容 案发前夜 何宇恩来到酒店找苏 想和他在光好好的告别 他说他还不敢相信苏要去日本了 他爱的明明是江汉 苏则则被何宇恩拍过他和江汉 还去找过中村 但是这些都没有用 苏说他和何宇恩是一样的 对于自己得不到的东西 越是想要抓住 最后却发现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的 就是因为不甘心而已 何宇恩则和苏说着他们的过去 苏则根本就不想和他多说 并说自己怀孕的那件事情 何宇恩根本就没有能力处理 何宇恩还在狡辩自己想要处理时 苏则打断他说 自己也不想要了 他让何宇恩把他忘了 并说今天之后 他们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了 苏的追到会上 中村来到现场之后 罗斯便上台发言 他说大家都没有想到 苏就这么走了 今天的告别会上 大家可以好好的和苏告别 自己很幸运 很早就认识了苏 他们是最好的姐妹 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 他经常和苏吵架 但是也会分享彼此之间的秘密 他们都喜欢吃冰 并之后会给彼此一个温暖的拥抱 他们之前曾经约定 不管是谁先死 另外一个人则帮他办葬礼 苏说 他想要自己的葬礼办在花园里 要有很多的白玫瑰和纸贺 并约定不许哭 否则另外一个人在天上 看到会难过的 然后桂木便带着人来到葬礼 第六集 罗斯的反击 桂木来到苏的告别室上 和苏说 之前无论是谁让他受委屈 他都会帮他报仇 撒了一把纸钱之后 便感谢了罗斯帮苏办这场葬礼 并许诺说 之后他会用更高的规格来帮罗斯办 葬礼之后 阿诚找到中村 两人看到何宇恩后 中村便打招呼 中村说 何宇恩曾经来找过他 并告诉他 苏是个没心的人 在答应他的求婚前 还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苏根本就没有爱过他 中村则笑着感谢何宇恩 并说何宇恩的愤怒 是因为他只在意苏给他的回馈 但是他从来就没有动过真心的 爱过包容过苏 中村说 他知道苏不爱他 但是他仍然感谢苏选择了他 并想以后会好好地照顾他 等到他感到自己的真心 阿诚拿出中村的求婚戒指 中村疑惑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阿诚则说 是阿继把他当掉了 阿继说是苏送给他的 中村则说 这个戒指代表着他和苏的感情 苏应该是不可能把他送给别人的 他觉得阿继在说谎 回想起之前 阿继对他的种种表现 问阿诚 有没有可能是阿继做的 并让阿诚查明真相 还苏一个公道 光临 阿继来到会所上班 碰到中村来找他 阿继则说 这是自己当妈妈后 中村第一次来 中村告诉小豪 他要和阿继说话 希望不要被打扰 然后中村便说 自己不是来喝酒的 他拿出钻戒 问阿继是怎么拿到的 他不相信阿继和警察说的话 并怀疑阿继是为了戒指杀了苏 因为他根本就不希望苏 跟着他去日本 阿继辩解 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勉强的 听到阿继这么说 中村则让他解释何与恩 阿继便回想起之前 他告诉何与恩 苏要去日本了 苏很不简单 现在有了长期饭票 就把他们都抛弃了 他说苏根本就是玩弄何与恩 并窜夺何与恩去找中村先生 在中村的面前揭发苏的真面目 来个玉石俱坟 从而阻止中村带苏离开去日本 阿继正要解释 中村则说 阿继说的话 他是一个字都不会相信了 阿继便伤心地来到休息室 重复着中村说的话 回想着苏的面目 愤怒地把桌子上的东西 撒到地上 学生宿舍内 何与恩接到了艾子的电话 艾子说已经出刊了 何与恩便拿起一本来看 他们曾经告诉记者 苏出事那晚 他曾经去光找过他 发现罗斯和苏正在吵架 并且罗斯正拿着烟灰缸 想要砸苏 如果不是他进去的话 罗斯应该就下手了 至于吵架的原因则可能是 苏把自己的股份转给其他人了 而导火索则是江汉 江汉和苏在一起之前 曾经是罗斯的男友 何与恩说 这个线索 他们已经告诉警察了 但是警察却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艾子则告诉记者 罗斯在光之前曾经坐过牢 罗斯去买炸酱面 听到大家在议论他 光休息室内 花子则拿着杂志 看到罗斯来了之后 便赶紧收了起来 罗斯则把自己手里的扔到桌子上 说自己已经知道了 阿基说之前没有人来 现在出了报纸 大家便都知道了 就更不会来了 并和雅雅讨论要把光顶出去 并看向百合 百合也同意了 并说光应该不会起死回生了 并建议就经营到月底 百合和男友在一起吃饭 告诉他这个月他就失业了 男友则让他把百货公司的也辞掉 他养百合 而另一边则和旁边的客人在进行着毒品的交易 百合问男友货从哪里来的 男友则说是秘密 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在罩着他们 他们是不会被警察发现的 爱子下班后来到光的门口 回忆起两年前自己第一次到光的时候 那时他在送漫漫 看到店里的小姐和客人在开心地喝酒 不自觉地便往里边走了进去 有客人看到可爱的爱子 便邀请他一起喝酒 并给了很高的小费 看到这么多钱的爱子 则把一杯酒一饮而尽 便拿着钱想要离开 苏和罗斯则把爱子带到休息室 并说如果爱子来的话 一晚上可以赚更多 爱子则决定试一试 他一来便受到客人的欢迎 阿记看到后肯不以为意 但苏则过来 好好地教他怎么服务客人 爱子和何宇恩则来到外边喝酒 爱子看到何宇恩很不开心 便说罗斯已经得到了教训 光也要结束营业了 何宇恩则说 自己是想要为苏讨回公道 不想让苏死得不明不白 爱子说 何宇恩做这些是因为他还不想放弃 何宇恩也发现 失去一个人后心里的空洞 是怎么也填补不回来的 中村回日本之前和罗斯见面道别 罗斯让中村多保重 并谢谢他对光的照顾 中村听说光要关了 想要在资金方面帮助 罗斯则说也不是资金的问题 并听到中村说相信他而感到高兴 此时看到了当了服务生的江汉 一时有点震主 江汉回到家听到电话录音 朋友留言说帮他找到了新的工作 便来到了紫维学校的话剧社 指导着大家练习 紫维回到家看到罗斯正在吃药 告诉他江汉到他们学校当老师了 光里一个客人也没有 花子和罗斯两人在喝着闷酒 罗斯说自己的人生跌到了谷底 花子则鼓励他要振作 爬起来 不为自己想也要为了死为撑过去 如果他现在放弃的话 也会对不起苏 然后罗斯便想起 他和苏刚开始盘下店的时候 因为没有生意 有的小姐便要离开 即使他们尽力的挽留也没有用 罗斯则自己吃着店里 做给客人吃的小菜 两人在想着办法吸引客人 于是两人便半成一季去街上 拉了很多客人 之后店里的生意就慢慢地好了起来 罗斯来到电台找风哥 问他如果有个可以提高收视率的机会 他敢赌吗 便来到屏幕前 主动做起了节目 第七集 江汉是凶手吗 书馆会所中 妈妈嫂问客人想带哪位小姐出场 客人看向正在招呼客人的爱子 妈妈嫂夸他眼光真好 客人提到光 妈妈嫂则说 光都快要倒闭了 店里死过人 并且凶手是位妈妈 节目中 罗斯以他的人格发誓 苏不是自己杀的 并说自己和苏一样 都是爱情里的受害者 是江汉甩了他之后 又甩了苏 至于光的股份的转让 罗斯则说 直到苏死的前一天 他才知道 苏因为家庭的因素 而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自己对苏的保护 对苏来说 反而是一种炫耀 所以这份友情里 掺杂了很多的忌妒和自卑 罗斯自责自己没有早一点发现苏的脆弱 而导致了他最后决定去日本和他的最终死亡 他也没有想到生活中的小事 反而是导致了苏死亡的关键因素 关于主持人询问他的坐牢的事情 罗斯则说 他28岁那年 前夫被别人窜跺着去地下钱庄借钱开公司 最终公司倒闭了 前夫跑了 他则因此坐了三年牢 最后罗斯说 这些他都挺过来了 更不会为了一个男人而杀害自己的姐妹 自己会主动地配合警方的调查 希望大家不要去伤害光 也不要伤害自己周围的朋友和家人 光里的姐妹们都看到了报道 江汉也看到了 并且陷入了沉思 花子回家后看到罗斯 想问他电视节目的事情 罗斯说自己太累了 明天再说 然后子韦出来看到罗斯 表情有些担忧 罗斯则邀请他坐下来聊一会儿 子韦觉得自己没有用 罗斯发生了这些事情 他却没有能够和他分担 而罗斯则说 子韦一直都有 光里的生意也因为 罗斯节目的播出而又爆满 警察局长看到报道之后 则再次冲阿诚发火 阿诚说 自己已经掌握了线索 还需要一点时间 然后便来到罗斯家 和子韦打起了游戏 罗斯回来后便责怪阿诚在自己家 紫韦则说他是来借医药箱的 看到罗斯脸色不太好之后 阿诚则直夸 他上电视这招不错 便离开了 随后罗斯接到姐姐的电话 来到家里发现原来是 罗斯爸爸病倒了 罗斯姐姐责怪罗斯上节目 把他的事情到处嚷嚷 姐姐请罗斯放过他们 然后就听到罗斯妈妈 喊对面的邻居朱文雄过来一起吃饭 罗斯妈妈问过朱文雄后 知道他的房子卖得比较顺利 说如果他住在这里的话 大家还可以有个照应 朱文雄则说他儿子死后 他觉得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了 他宁愿用一切去换他的儿子 转而问紫韦多大了 并说起罗斯和苏一起玩的时候 感觉还像昨天的事情 现在紫韦都这么大了 朱文雄说他和苏美玉很久没有联络了 也不知道他的生活怎么样 此时苏美玉正在家里翻找着苏遗留的皮箱 并看到了苏的日记 日记里苏说 当江汉抛弃他时 他割腕自杀的时候到底有多可笑 因为他并不欠江汉和罗斯的 紫韦来救他的时候 他才知道自己的一生还有紫韦这个牵挂 苏决定为了他的儿子紫韦 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并和紫韦道歉 自责自己当时没有更勇敢一些 观会所中 大家说着一天的营业额有39万 雅雅因为自己冤枉罗斯而和他道歉 他说看了节目之后才知道罗斯这么难过 而百合则执意要离开 随后百合请雅雅出来吃饭 雅雅则因为百合说要离开 感觉他都没有把大家放在心上 百合则说这辈子会遇到很多人 但是也不能都挂在嘴边放在心上 他说要在最好的时候和大家道别 然后出门在街上就看到了和男友交谈后离开的隔茧 男友告诉百合说 那个就是罩着他们的人 而隔茧则把一包白粉扔在了车里 百合和男友回到家 百合感觉男友今天很奇怪 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男友则说自己是在担心 也是在期待很多事情 学校里同学们对着子维说 他的妈妈是杀人的酒家女 子维便和他们打了起来 江汉过来带着打架的同学们去殉岛处 罗斯打车出门 而跟踪他的阿诚则在本子上 记下了他的行踪后 又跟了上去 罗斯来到办公室 让子维和被打的同学道歉 回来后江汉让子维去上课 自己便和罗斯来到了咖啡店 罗斯对江汉说谢谢 江汉则一直夸此为懂事 让罗斯不要责怪他 罗斯问江汉不写了吗 并把吊在家里的录音机带给了他 一旁的阿诚则拿着本子 思考着司机之前说的行程图 觉得那个男人就是江汉 警察在罗斯家里大肆地搜查着 罗斯回来后看到非常的生气 格检拿出搜查令 说今天的行动是他负责的 阿诚不在 阿诚此时正来到江汉家里 问江汉他当晚的行程 并问他是否和苏发生过争执 江汉要关门拒绝回答 阿诚则拿出一封信交给江汉 江汉疑惑他为什么会有这个 原来这个是电视台的风歌给阿诚的 是江汉写给女演员的情书 风歌说有很多人都收到了 好像是江汉教我的对象记得 阿诚则让妹妹查到信封上的邮戳 是苏附近的邮局 妹妹也告诉阿诚 他接到举报说有人在案发附近 可能看到了行凶的凶手 阿诚根据司机告诉他的行程 问起了江汉那晚做了什么 江汉说自己去找苏聊天道别了 阿诚则说有目击者称 他看到江汉把苏压在墙上 并威胁说要杀了他 江汉则回应那晚 他看到苏在倒垃圾 问苏把信引印后寄给他是什么意思 苏说是临别礼物 自己想毁掉江汉的一切 并说江汉其实谁都不在意 他在意的只是自己的玻璃心 江汉听到后便掐着苏的脖子 威胁要杀了他 而苏则劝势吻了上去 之后苏请求江汉杀了他 这样江汉就可以永远地记得他了 第八集 江汉之死 阿诚带着江汉来到警局 阿诚让江汉放好私人物品后 进入审讯室找他 一个证人阿姨说 自己看到一个男人把苏按在墙上威胁他 阿诚进来后问阿姨是不是江汉 阿姨看到之后只点头 阿诚进入房间打开录音机对江汉进行问话 江汉点了一根烟 说自己和苏交往过 但后边两人只是朋友了 阿诚问江汉去找苏 是因为苏拿着情书去威胁他了 苏大量的影印并寄给了很多人 江汉则说 阿诚的想象力很丰富 自己并没有杀人 让阿诚没有证据 不要乱说话 便要离开 阿诚过来告诉阿诚说 格检带着大家去罗斯加搜查了 他已经尽量拖延了 但是格检还是带着大家出发了 阿诚来找格检 格检让他不要怪阿诚 说搜查是上面的意思 自己只能照办 并说毒品案上面钉得很紧 希望阿诚可以和他资讯同步 阿诚则说 自己该说的时候会说的 便离开了 而格检的表情则慢慢的变得恐怖起来 次日阿诚看到花子出门后 来到罗斯加里 罗斯看到阿诚后 便把他的衣服扔给他 让他滚 阿诚进来坐下 等罗斯骂完他之后 拿出口袋里的两袋毒品 他告诉罗斯 这是价值几十万的一级毒品 是他在罗斯加找到的 那天他来拿医药箱的时候 在酥的蓝色皮箱里找到的 他打开皮箱翻找游戏机的时候 就找到了毒品 紫薇说那个箱子是苏给罗斯的 但是罗斯却从来没有打开过 阿诚说是苏在栽赃他 并且昨天的检查他根本就不知道 是有人刻意的掠过了他 直接向上级报告的这个线索 他们怀疑是柜木做的 罗斯听后 吓得坐到凳子上 学校里 江汉指导着紫薇和同学演话剧 根据他们的表现 江汉进行了指导 结束后紫薇告诉江汉说 画这个台词是江汉想对罗斯说的话 但是紫薇却不是很懂 江汉和紫薇放学一起离开时 碰到了来给紫薇送散的花子 他给紫薇买了一个新的随身厅 紫薇在开心的摆弄时 花子便向他确认了 罗斯知道江汉在学校教书的事情 罗斯来找桂木 正碰到他们在教训人 罗斯问桂木为什么要栽赃自己 桂木生气的直接拿枪顶着罗斯 罗斯则问苏到底和他说了什么 他告诉桂木 他被苏利用了 而此时阿诚赶来 趁桂木分神的时候 罗斯给了他一巴掌 阿诚便和桂木拿着枪对质起来 阿诚拿出一包毒品问桂木 是向谁举报的 还可以开搜索票 桂木让阿诚问罗斯 阿诚则说罗斯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他不知道毒品是从哪里来的 也不知道苏为什么要栽赃他 但是以他对苏的了解 苏一定是让马天华帮他做些事情 桂木听后若有所思 然后阿诚和罗斯便走出来 阿诚说他之前去光查毒的时候 就觉得光和毒品有关 并且让罗斯以后要小心一些 苏美玉找到朱文雄并问他过得怎么样 从包里拿出了吴紫薇的出生证明 苏美玉告诉朱文雄 紫薇是他的儿子 案发14年前 苏美玉正在教训想穿耳洞的苏 朱文雄回来后 让苏美玉不要老是吼苏 苏也负气的从家里出来 晚上很晚才回家 苏美玉已经睡了 只有朱文雄一个人在喝酒 朱文雄说苏美玉应该尊重孩子的自尊心 苏就抢过朱文雄的酒一饮而尽 说吧 喝醉的朱文雄便把苏压在了身下 房间里的苏美玉听到苏的呼救 只是趴在床上痛哭 光里阿记要上厕所 敲门却听不到百合的回应 稍后百合出来说他在吐 罗斯也注意到了百合 便问起了阿记 在休息室内大家拿到了最近的收入 都觉得多了很多 花子也说拿了这么多钱 她想邀请大家出去吃饭 罗斯则说钱是大家辛苦赚的 建议大家去自己家里吃火锅 芽芽快过生日了 百合也要离开了 大家正好可以一起吃个饭 买完菜后便来到罗斯家 准备火锅材料 罗斯问百合会做饭吗 并告诉他 会做饭的女人才能抓住男人 百合疑惑不解释 罗斯说 百合的男人有其他女人了 他不是爱管闲事 会说是因为自己在乎 并让百合想清楚 再决定要不要离开光 大家唱着生日快乐歌 给芽芽庆祝生日 芽芽则因为自己之前误会罗斯 和她道歉 她说自己虽然看到罗斯很辛苦 但自己却把他们当作理所当然 后边还误会她是杀人凶手 罗斯听后原谅她 并让她尽快许愿 芽芽吹了蜡烛之后 阿基则说起自己为周年庆做的宣传单页 想用家乡的小菜换起客人们对家的思念 阿基和花子则互相加菜 气氛非常的温馨 罗斯则趁此走进房间 翻起了把盒的包 并翻找之后 在钱包里找到了分装好的毒品 学校里紫薇参演的话剧正在上演 江汉在一旁看着台下的罗斯 罗斯则看着紫薇 听到里边的台词 原来这是江汉之前写给罗斯的情话 罗斯听后顺时眼泪盈眶 结束之后 江汉和紫薇在收拾着话剧的道具 罗斯走过来说 这就是江汉的故事 是一个男孩当男人的故事 罗斯说 不管戏 自己看得懂看不懂 反正故事已经结束了 之后江汉便整理好东西和大家告别 最后江汉叫住罗斯和他说对不起 听到后的罗斯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回家后江汉拿出自己的录音机 正要录音时 听到了里边的声音 有人一边哭着 一边说 他死了吗 然后江汉便赶紧出来将东西还给院长 打着伞在外边等车 然后一辆车冲过来 直接朝江汉撞了过去 江汉则当场倒地死亡 而车镜里照出了凶手的眼睛 是阿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